怎么了 你干吗呀 我看你刚才很享受 这不是拍戏吗 说得上纲上相 吃醋了 我是个演员 我很敬业的好吧 我又好好代入角色 再说 夏悠悠 长得挺漂亮的 这 真吃醋了 不是 一个女生的醋你也吃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刚才没有先结个胡 结胡 结 结什么胡 温西把牙害惹毛了 赶紧说对不起 完了 完了 晚节不保啊 然后悔悔 我只能把脚细带过去 然后在几岁山上 用油的东西 真的把脚细放在上边 就是这边的东西 就是你 我今天不见了 最后悔的东西 就是你 在前面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知道错了 以后还敢乱亲别人吗 不敢啊 这还差不多 喂 哪位啊 谁 金有明 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金有明先生 可是你怎么会给我 我 有时间有时间 随时 我马上出发 谁啊 我要红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出事了 出大事了 你知道吗叶之川 你女朋友就是本人 即将成为文学界一个著名的作家 我知道 你知道 现在游戏圈都知道我有个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是个作家 所以 你现在很有名 你是著名作家 就这样啊 金先生 小曲 你好 请坐 我帮你点了一杯咖啡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说实话 金先生 我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跟您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 你谦虚了 我拜读了你的文章 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 写得很清新 同时呢 也很犀利 写的文字呢 有点活泼 还有一点狡猾 是我喜欢的风格 您读了我的文章 您怎么会读我的文章呢 我也是无意间看到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想要求你 为我们公司出版一本书 你可以随意地创作 我来做策划 你觉得怎么样 要不是我激动得心脏疼 我都以为我在做梦呢 您确定吧 您要跟我合作 对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人对文章特别挑 您的每一本书我都看过 就连您签约的那些作者 毫无漏网 我每个都看过 既有才华又有个性 我都喜欢 我承认啊 我跟他们还是有 那么一点点差距的 我的那些个作者呀 刚出道的时候 还不如你呢 虽然说这写作靠天赋 但是呢 有时候啊也需要人指导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以后有时间 我给你提一些建议 帮助你提升提升 不介意 当然不介意 我会努力的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中奖了 大奖 命运之身跟我插课 打婚了二十多年 终于善待了我一次 唐米 姐要火了 什么什么 你慢点说 谁 金有名 就那出版人啊 你真夸张 你这语气啊 我还以为遇到救世主呢 没错 他就是文学界的救世主 内容界的定海深征 你不知道多少作者 削减脑袋 就算让自己的文章 在他面前 露个一篇半段的 就是没有机会 我直接想都不敢想的 你不知道 是他 主动给我打电话 主动的 主动的 知道吗 约我 跟他合作 那要恭喜你了 我的大作家 谢谢 你刚刚说金有名 那个大咖 主动邀请曲曼合作 是啊 真不容易 曲曼这么多年啊 也算是写出来了 金有名我听过 这个人啊 出了名的难口 看来你的房东 不是只会饭花吃还有家 还是真有本事的 任许你对我刻薄啊 不许你这么说我闺蜜 曲曼啊 她的梦想一直是想出一本书 不是网络小说那种啊 她为这个梦想挺执着的 但这么听起来还算幸运 至少她的梦想 可以造成现实了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呢 资金有点 Audrey